在野党日前抨击政府 没有向16所全津贴国民兴华文中学拨款之后 教育部副部长董马汉顺 今天向这批学校移交总值160万令吉的维修拨款 同时解释政府从去年开始 陆续向半津贴和全津贴华中拨款 绝对没有厚此薄笔 促请政治人物不要扭曲情况 Budget里边所做的决定 就是只能够给SMJK SPK 那是指定只能够给半津贴华中 那就是65间 所以他们是平均拿到307间 事务所全津贴华中 将通过教育厅进行维修的工程 就好像刚才天外说的 就是GKR跟GPN 所以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就发放了给65间 马汉顺在线上移交程序上指出 今天个别得到10万令吉的15所华中 和一所分校属于全津贴学校 政府已经是承担维修经费 某些学校的费用甚至达到20万令吉 所以政府绝对没有漠视华中 他强调目前是由教育部资产管理部门 负责拨款事宜 不是教育部副部长的权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